大家好 第五集 欢迎大家看我们的V郊湾区资讯台 今天有遗憾消息通知大家 因为前天疫情社区突然爆发 为了大家的安全和健康着想 最后我们决定将今天星期日的战兰会取消 当然作为一个延期 但现在日期也会看疫情的发展是怎样 所以如果报名的观众 或未报名的观众 都要注意 星期日就不用来这个酒店了 因为这个活动 我们正式取消了这个宣布 我很遗憾地跟大家说 但放心 因为我们为了筹备这个活动 我们现在准备了100个独家特价单位 限时一位 其实到我们这个星期日的时间 即是你本来做展览会 有个叫展览会特价 是的 没错 那你已经取得了 今天的展览会没得做 自然都在你们V加那么多个展厅里面 都可以上到来咨询 是的 没错 所以有什么项目呢 包括有江门的碧海银湖 中山的海塘棍 大家最熟悉的中山的龙江九月城 龙江九月山 兆庆的龙江九月城 我们也有兆庆的不同项目 等等 其实大家只需要这个星期日之前 上到我们展厅里或者我们的门市里 其实可以资讯一下 珠凯时代都有 是的 珠凯时代 我们也有 因为其实都比较热买的盘 很多都是很热买的盘 大家如果想知道展览会价 大家就随时去这么多家 现在的门市很方便 去资讯吧 如果看对是否立刻可以买的 没错 我们已经为了大家预留这些单位了 因为其实我都偷看过价单 都比较真是可以的 所以大家有兴趣记住 记住这个星期之前 好过来我们的门市里去资讯吧 因为有限时有限的 就像电脑展那样 通常都有些展览价 是的 没错 但是不要紧要的 来到现在 其实之前和我们介绍过 我们在V加 其实有很多VIP的直播式 是的 其实我们门市里好 其实我们两支展厅 亦有些叫VIP房 给大家做直播看楼 因为始终我们也不是疫情关系 其实我们也不会有太多人聚集 亦是我们也想一对一 去为客户服务 我再次提出过 因为其实V加最重要是售后服务 售前服务也很重要 因为怎样好 比拿着手机去看直播 我们有些电脑系统 我们还有一个叫VHS的电脑系统 就可以来到舒舒服服地 坐在一间房间 又不怕外面太多人 来到很安心 很清楚 最主要可以看到 譬如你那些心仪的盘 你可以在这个直播那里做 这个技术 V加做得不错 其实和大家说一下 其实我们V加已经超过了代理 超过了三百个项目 可能坊间大家 只是大湾区 只是大湾区 可能大家会熟悉 外面可能有时候 这个盘有没有交 其实你过来V加 我们也是有的 我也有很多观众 经常发给我 发些盘给我的盘名 有些我没有拍到 甚至有些V加 都还没出街 也有些很厉害的观众 都很早知道 基本上V加 可以很肯定地和大家说 因为你有经验 V加也做了几年 其实基本上 所有大湾区的项目 你能够找到 其实V加也有代理 除非它的盘 即是还没开卖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还有我们刚才说的 沈博士也介绍过 其实我们V加 有一个叫做VHS的 看楼系统 超过了三百个项目 都可以大家预约的时间 我们上到来 我们的门市也好 展厅都可以做一个直播看楼 因为现在疫情关系 想不到去大湾区亲眼看楼 有很多观众也都问 沈先生 直播看楼好像很疑稀 好像很不真实 我这样的年纪 我都在进步 现在时代不同 以前我们都不会拿着手机 现在最近大家拿着手机 什么都买了 吃饭都叫外卖 其实现在科技 和信号很强 CDB 5G都来了 其实现在直播看楼 是很普通的事 我直接可以跟大家说 就算慢慢开关 疫情完结之后 其实直播看楼 这个看楼方法 其实是为了未来 一个大家很忙的生活上 趋势 因为节省时间 有没有清晰 不要说经常大湾区 迟些现在马来西亚 很多其他城市 其实那些国家 看楼都是用直播看楼 因为现在我们V加 我们构置了很多很先进的系统 电脑系统 令到大家 不要只拿一部手机 拿一部手机多大 看得多清楚 有些大屏幕给大家来到这里 有一部电脑 接着加上一些光纤等等 令到大家坐在那里看直播 真的到现场一模一样 而且我们V加 现在我们深圳有总部 大家都见过Ago Bang 我们有很多同事 他们都分派了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城市 不同的项目 一个订阅 预约了 他们就很清楚下去 就像机械人那样 你说要看什么 就清清楚楚 这样也不真实 是不是 我相信这个就很 不要说开不开关 这个其实就是省事省力 大家上一次大湾区 你都花很多时间 没错 所以我建议大家真的可以去直播看楼座 了解所有项目 买不买就是一回事 没错 其实有时候我们都说 很多人知道我们在客户 都想现场去看 或者跟我们出团 但有时候我们都说 始终出团也要一天的时间 或者有时候你都要看很多项目 可能都会花时间 要多些时间去做 其实在香港 我们只需要在我们直播室 或者是直播看楼座的时候 你可以 选择一些心碎项目 我看了三部都可以 心疗项目之后 真的到我们通关的时候 或者其实现在都可以先下定 先留住单位 因为始终 除了口罩 或者通关之后 其实货量真的会很快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时候 可以约上我们的预约直播看楼 好 没错 也就是了 到我们每个星期 有些观众的问题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记住要WhatsApp我们 63654020这个电话号码 今个星期第一条问题 有个观众问 其实国家的遗产税等等 如何安排 其实大致我们 概括来回答大家 其实现在中国来说 暂时还没有遗产税 如果大家假设真是想惊 怎样遗产分配 或者怎样 我们叫做子女 怎样继承 其实大家可以立起 跟香港一样立起 立起一张平安纸 其实国内都是承认的 刚才我昨天就有观众 半天三间都有联络我 就说不如趁父母健康的时候 不如好不好做病安纸 或者我们叫做公正 做法就是要 我已经问过了 因为如果用香港律师 在香港律师行 是做不到的 是不错的 是一定回国内才承认的 所以大家不用再去问 香港律师那些 一定回国内 因为这个谜入国内 在国内才生效的 当然我的方法 之前我做过我妈妈 我说当时有一间东莞楼 我妈妈真的行得不方便 当时我妈妈找了中港车 很舒服 在香港车了 我妈妈去了深圳一个公正处的地方 给了几百元 做了一个公正 当时我的公正不是做给我 那个公正做给阿华 因为我很信任阿华 你知道有多帮手 阿华代办了我妈妈 所有买楼买楼收租签约 完全我妈妈不需要再上过去 其实连我 都没有去过我妈妈买的那间谷 那已经完成了手续 那些钱已经打入我们的户口 然后已经转给我妈妈户口 我妈妈很开心 很舒服 明白 这是其中一个做法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 因为你说对 现在遗检水这件事 有很多遥传 还未很清晰 但怎样说 牵涉慢慢 有很多手续费 时间 即是那些钱 可能你卖了之后 再要给一些指明的人 其实有很多的时间 公正很多事情做 甚至到时 亦都可能有些税务要缴交 所以早些做定这些所有文件 对大家一定是没有坏处的 国内其实补充一点 国内一般来说 我们叫委托书也好 如果你假设文件要承认 多数我们真的去到中国的公正处 做一份公正就最妥当 最妥善的了 第二条问题 之前也问过 有些客户也问过 那些契税 原来第二套 或者第三套 原来不是一样的 究竟时间序 究竟是怎样去分配 究竟是哪一套才去计第二套 哪一套是第三套 其实一般我们统称 就叫做市内 我们计算一个城市 一个城市计算 记住 市内里面 譬如第二套和第三套 真的继税会不同 但我们怎样去断定 这套是第二套 这套是第三套 我们会根据网签时间 时间序 去排出次序 另一条问题就是 现在我们V街有回款牌 可以怎样帮到客户 其实可以这样说 因为现在我们正正规则 合法合规 可以有个回款牌照 我们有个找换店 可以帮到我们V街的客户 可以汇返回款相 给予房款等等 其实我们希望提供一个 很安心安全 亦很可靠的服务给大家 因为V街之前没有这个牌照 之前 我们只能够去介绍一些 找换店给大家 始终不是我们公司 所以真的万一 如果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去找别人 也不是我们公司 我们可能有很多资料 或者想帮助大家 很多东西都帮不到 现在正式会有牌照 我们完全可以合法地 去做所有这些程序 使得大家更加放心 更加安全 更加快捷 第三条题目 这条题目是关于居住证 我猜这个观众刚刚看了沈博士 最新出的居住证片段 大家如果未看 记得上博士的YouTube频道 可以看到居住证 你记得到 博士刚拿了一个珠海的居住证 这张是居住证 这张是回向证 什么分别呢 这张叫港澳 我首先说 这张是港澳居民来往的通行证 这只是通行证 现在不同的 居住证 而且里面也有一个 公民身份号码 这个是由签发机构 是珠海市公安局的 有效年期是2025年 5年的 还有一个号码 很多想知道居住证的程序是怎样 就想去看我的YouTube 还有下面有些连接有关的资料 除了看沈博士的YouTube 其实我们现在的Facebook 都会放回居住证 究竟我申请完居住证的流程 如何申请 要不要资格 甚至我说 其实申请完居住证 究竟有什么福利 是的 都想知道 很多观众问 拿居住证有什么好处 究竟乘搭巴士便宜 乘搭车便宜 还是会有什么看门诊的优惠呢 大家记住留意我们 现在的Facebook 我们会发出一些资料 我补充一下 居住证 你说拿了是否有很多好处呢 暂时不是很多 都是一些居住上方便的地方 不过我听到消息 政府是有居住证之后 政府是越来越多推出 如果有居住证 有些好处好处在哪里 大家拭目以待 因为现在取得居住证的人 也不是多 所以这些又需要一些时间 但是拿了居住证 在这个时刻 有什么好处 或者有什么方便 在现在的Facebook 就写明了 我们会发出一些资料给大家 是的 我还要补充一件事 很多观众都看完 图片都还未很清晰 居住证如果大家要拿 其实是很容易很容易很容易的 大家不用担心 只要你可能你上面有租楼 有些租药 这些人写到一年了 或者你买楼 买楼是未需要收楼 你就算拿着买卖合约 合法的买卖合约 当然是真真正正的 不可以假的 已经是海内居住证 甚至乎也有些人教我们 就说有时候你经常想住酒店 在酒店你经常住很熟 其实都可以证明给你 去取居住证 所以在国内来说 是很欢迎我们香港人取居住证 所以你不要感觉是很多难题 有很多难度 但是很多误会就说 拿居住证要买楼 很多人说买了楼 要有楼 才可以拿居住证 这个绝对是 当然是其中一个方法 但不是真的只是这个途径 也有些反过来 就是要有居住证才能买楼 也有些观众问我 我也听过 客户问我是不是一定要买居住证 才能买到当地楼 非而所思 没有关系 甚至有些问我 有个居住证买楼可不可以便宜一点 这些连续问题 大家不需要去猜测 很清晰 V加和我沈博士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大家留意我们Facebook 或者看一看沈博士最新的YouTube频道 关于居住证的那段影片 没错 好 又来到每周 每周新盘 今个星期我们V加有什么推荐给大家呢 第一个 我会选择两个别墅盘的项目 第一个项目就是江门的一个世贸碧海银户 大家如果有留意沈博士片段 其实沈博士已经在YouTube频道上 他已经抢先播了这个项目 是的 这个是刚刚是上年 他正在建售楼柱 我已经可以去拍了 是的 所以现在其实已经是现正公开发售 所以现在开始有些 我们叫做 已经在右销售中心已经起好了 我也看过那段影片 其实好像一个泰国的度假村一样 好像去了天堂 是的 没错 然后他说看楼 大家要坐船去看楼 真的坐船去看楼 去到有些船接大家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买别墅盘 或者在江门的那边投资 其实这个世贸的碧海银户 其实值得大家推介 不过我补充一下 我现场看过清楚 因为大家可能想过这么久 其实这真是身份象征 一个高级的别墅盘 如果能住在那里 当然不是那些 天天都要上班 就是一个很休闲 很漂亮的一个别墅 大家退休 想着去找一些 真的环境优美的地方 这些盘是相当不错 当然大家会 为什么我会拍 因为如果我之前去拍 大家会觉得不是沈先生 生卡 但我也说了很多次 黄茅海大桥 你解释一下 黄茅海大桥 其实沈先生一直都推介给大家 珠海西区一个好发展 也有很多大桥 将来将会起一条黄茅海大桥 由珠海西区 跛到江门那边 大家记得那条底 抵住楼下那条桥 即是黄色那条 啡色那条线 就是那条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其实迟一点 一通过这条桥 其实很方便 我们由香港 珠海岸出 香港 去到珠海岸 再由珠海岸 拨高出公路 经过黄茅海大桥 去江门 其实是很方便的一个变捷 如果是我的读者 你一向都知道我的投资方法 是沿着基建去投资 哪里有些大桥 哪里有些所谓的铁路 兴建 你收到一点的时候 即是如果你眼光远一点 其实可以作为一个长远的投资 现在它主推 其实有三个回影 105平 130平 和去到170平 大家如果想知道多一点 也可以看三博士的YouTube频道 那段片 项目介绍 或者其实找我们现在的同事 去取得一些资料包 尤其是留意105平 可以做到别墅 是 这是黄茅产品 我听说有些户型可以做到 虽然叫无坯交流 但其实有一条温泉水喉 可以做到温泉入户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这个其实又是一个比较舒服 亦是大家有时候要养生 温泉可以养生 这个亦是一个不错的卖点 而且现在开始我拍片 以前没有装修的片 以前我都不会拍 大家知道我的性格 但因为现在V加 我们已经有装修公司装修队 所以现在就算有些没有装修的盘 但这些盘的质素高 我审博士都会拍给大家看 当然如果大家真的去自卑 如果需要装修 有V加 大家可以跟进这个装修 大家可以放心 没错 第二个别墅盘 我们去到少庆 叫做星湖渔苑 这个别墅盘 它最大特色是现楼 其实整个小区已经建好了 大家去到的时候 亦都是简单位 究竟要独栋别墅 还是要碟税 它有不同的一个类型 给大家选择 它位置于端洲这个区域 如果假设它要去到市中心 我们叫市中心 其实10分钟车程左右就已经去到 现在我们经常说的少庆新区 其实大概都是车程20分钟左右 就可以去到少庆新区 给大家看一个户型 这个就是609平的一个独立别墅 真是豪差 其实坦白 我也听过沈博士说过 其实大湾区只要你有钱 几毫都可以 几毫都可以 喜欢选择什么生活都可以 这个最大特色 你记得到有私家泳池 在别墅里面 其实已经是一个很高的享受 比较高的私隐度 你记得到有几层 到四层的一个别墅 大家有兴趣 也可以找我们VGA拿一个资料包 这个盘好像VGA也有去拍片吗 什么时候拍片 将会 立即会 各几天会有片看 其实之后就会有片看 因为我们都同时已经拍了 代表我去吧 第三个项目 去到珠海 大家都因为这期很多人都看珠海楼 尤其是唐家那边 之前恒德云那样 抢得很厉害 我们之前的万科第五院 认酬又爆了 亦都要去抢盘 去到现在最新是一个珠海北站的项目 叫做首开龙湖天聚 这个项目 我都观众问我 是的 因为刚刚正正 它是刚刚星期二 7月7日才认酬 刚刚开盘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 真的快点找我们VGA同事去认酬 因为最大特色 它就近珠海北站 它只需要700米 就是说走过去 6至7分钟左右 就走出去北站 这个项目就是大家都知道 在唐家这个位置 也是将来会比较旺的地方 因为其实还有深珠通道等等 一个未来发展前景是不错的地方 现在应酬当中 我听说现在的价钱 意向军价大概2万6至2万8 乘回一些户营等等 200至300万就可以买到唐家 不过我想你可否解释一下 因为应酬 因为可能香港观众不太熟悉 我们VGA如果认酬 可以帮到我们的观众 直播看楼就已经说了 现在这些没得直播 因为它抢着买 才认酬 如果认酬是否代表我排队 因为认酬要排队 要搞猪 其实一般我们叫认酬 首先的程序是怎样做 但今次这个项目 都是要落2万人民币订金 即是认酬金 我们叫做没得锁单位 但你可能譬如 但又可以拿回而已 不正确 没错 因为它暂时的军价未公开 我先说大概2万6至2万8 如果假设真的不合你心水 或者你减不了单位 其实可以退回 但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 都抢到你心目中的单位 去到可能开售之前那一天 你都可能记住 我们都可能有机会 那边发展商会提供 原来今期货是买这几栋 或者大家可以先捉住户型 但记住 都是要抢的 我们会有同事 譬如 明天开盘 那我们会有同事 会去到现场 帮大家尽量 可否斗快 跟本地人去抢盘 因为这个始终 我们都上次试过行得云感 我同事去到现场 真的 现在你都知道天口热 三十几度 它在帐幕下排了三个小时 就不用观众上去排 不辛苦了 所以大家注意 如果有兴趣 因为认酬 你给了认酬金之后 其实它都会享有一个折扣优惠给大家 亦都是只是第一天 如果假设公开发售那一天 只是给了认酬金的人士 才可以去选择 其他未给认酬金 其实是没得选择的 这里亦都是个概括 即地区图 区位图 其实大家就看到 是出去北站这个项目 北站是哪个位置 北站就是 佔意图 这个看不到 是的 中间的位置 红色一点的位置 是的 红色一点的位置 这个位置 它的户型最小有78平 去到最大115平 这几个户型它现在正在卖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你看到 其实这个就是 刚刚星期二开丑的时候 已经开盘 即大家认酬的时候 你记得到现场也有很多人 我都希望大家 选择得到心仪的单位 抢得到的单位 每周上盘 刚才说过 因为其实我们为了今次 今个星期日的酒店指南会 我们都预留了一些 叫做100个独家特价单位 限时一位 去到今个星期日就会截止 所以大家有兴趣 记得一定要快点找我们 现在的同事联络 去看看 譬如 刚才说 时代倾城六期 因为也有很多人问 海棠郡也有人问 邵兴九月城 其实我们都准备了一群 特价精选单位给大家 记得是独家 V加独家 你外面找不到 所以大家记得 星期日之前 就过来找我们 去选择一些心仪的单位 来到V加新动态 究竟我们今个星期 有什么新的动态 让大家知道 这个就很开心了 我们上周五很荣幸 获得CAPITAL 一本资本雜誌 资本雜誌 很老的雜誌 资本雜誌 这是我们的奖 大家看看 我也拿来看看 我们获得 结出发展合作伙伴 大湾区物业代理的奖项 我一入V加就拿了奖 Judy 很拍档 很多谢沈博士的家闻 其实我们V加一直都秉承为 香港人想提高高质素的服务 亦是优质的服务 我们希望帮到大家 可以选择得到一个 比较满意的项目 所以这个奖其实都代表 对我们的一个支持 亦都有一个鼓励 CAPITAL 这个杂志去颁的奖 不容易取得的 因为当日我去到现场 全部都是发展商 上市公司 全部都是大公司 我们都能够获奖 我们都很荣幸 之后各位顾客 各位观众 以后对V加的信心就更加大 每个星期我都会介绍 我们V加集团旗下的一个项目 即是服务给大家 上个星期我们说了 爪换店这个服务之后 其实很多客户都立即资讯 究竟怎样去做法 怎样帮我去汇款 这里是我们的爪换店的牌照 亦都是我们的公司名字 正正式式的 我们今天讲多一点的流程 其实一般我们都会叫做客户 其实跟房间一样 你找爪换店去汇款的程序 亦都是一样的 不过因为我们始终 每天接到客户的申请都很多 大家要给我们一点点时间去处理 所以如果解设各位客户 我们V加的客户 如果想透过我们V加 走换店的公司去汇款 大家要找我们的业务员 即我们销售人同事去申请 当我们成功了 即是我们跟公司成功了批击之后 其实大家会提供一个叫做收帐户口 以及当下的汇率 给大家去入数 入了数之后 其实我们会公司收到 即是走换店收到数之后 我们会安排客户的款项 便会上去国内 一般跟外面的走换店流程是一样的 简单说 如果你们除了在我们的职业之外 V加提供的服务 除了介绍一些产品 直播接送等等 其实我们一定会将你交钱 整个过程 我们全程都有人专人跟进 以及帮助你一路去完成所有的流程 而且我们是拿正牌照全是合法的 使用大家更加放心和安心安全 是的 最大的特色就是 其实我们也想为客户服务 提供一个叫做完善的实际服务 以及想提供一个比较安全 安心可靠的渠道 所以大家多多可以找我们业务员去联络 如何帮大家做一个叫做汇款的服务 再次提多一句 不好意思 总之我们今个星期日 很失望 我们今个星期日的7月12日 酒店面的活动将会延期 稍后我们会进一步 有新的消息会通知大家 但是记住 我们其实预留了100个 独家的特价单位给大家 希望大家今个星期日 7月12日之前 可以去到我们的门市 找我们的同事去咨询 你记得到 大家有很多心仪的项目 或者是热门的项目 我们都留了一些单位给大家 只要是V家独家 我们和酒店都密切留意现在疫情的情况 当疫情可以控制到 已经是没事的时候 我们都会争取最快的时间 真的重新再做这个展览会 因为我三场演讲的资料 我很辛苦 已经准备好了 随时可以说 其实我都很期待 我都很久没有听过沈博士的演讲 我都很久没有讲 几个月没有讲过 我们亦记得每星期四晚7点钟 可以收取V家湾区资讯台 沈博士亦有一个新节目 是的 不是新节目 以前我们接着会到沈博士 我的湾博士新资讯 博士新资讯 因为V家资讯台的内容太多 观众很喜欢看 因为很多观众都很想了解多些新盘 一些物业资料 变成我的资讯台 我会迟一天播出 以后每星期五的晚上7点钟 我博士资讯台就会播出 虽然我现在拍 其实我一直拍下去 但我会分两间出 免得大家看得这么累 那么辛苦 所以记住 明天记住7点钟 再看我 是的 我们这些节目 其实在我们V家频道 亦在博士频道 亦可以收看 好了 大家记住订阅 分享 或者按钟仔 记住看我们节目 下集再见 好 拜拜 我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